同学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么台湾西部海岸除了因为人为设施 这些什么堤防啊 或者是放销部块等等会改变这个地形 那哪一项的这个开发措施 会导致 题目要你找出沙子来源减少的问题 减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A 河川的上游种檳榔树 那檳榔是浅耕的这个什么呢 植物 所以呢会导致水土保持不好 水土保持不好的话 上游的泥沙就容易被冲刷下来 沙源是怎么样 增多的 OK所以A不选 B的话 河道上面修筑水库跟蓝沙坝 把沙子给拦截下来 沙源就怎么样 变少 C 禁止下游河川开采这个建筑的这个沙石 禁止它开采沙石 所以沙石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流到这个海里面去提供这些沙源 所以呢 基本上C的这个做法不会让它变少 当然也不会让它变多 好不好 就是不变 猪的话 砍伐原始森林 改种高山蔬菜跟水果 那这个做法跟A是一样的啊 一样是破坏水土保持 一样会使得什么 这个沙子变多 那么这样子的话 要减少的 是不是只有 B的这个才符合提议 你能试着这个沙子变得更多